1944年,日军的海空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几乎被消灭殆尽 日军陆军便企图打通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来支撑战争 10月27日,日军在打下长沙和衡阳之后 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港村宁次集结了7个师团,15万兵力 在300辆坦克、30余架飞机和大量重炮的支援下攻打桂林 反观国军方面却只有1.2万人 甚至还有很多人只是刚刚加入的新兵 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各地的百姓和民团拿着土枪土炮自发涌入了桂林城 加上守城的国军合计约2万人 2万对15万,土枪土炮对大炮飞机 怎么看这批守城的贵军都没有任何的胜算 但在这场战斗中,2万贵军却是打出了令日军胆寒的凶猛和血腥 甚至不少日军声称 欲灭华夏,先贫湖南 欲灭中国,先灭广西 至于为何能让凶残的日军如此忌惮 关键就在于贵军的另外一个称呼 广西狼兵 抗战时期,广西一共才1200万人 却出了100万的兵,加上劳工一共是450万人 出兵人数排全国第二,比例却是全国第一 广西兵的身影活跃在松户 早夷,徐州,武汉等各大战场 素来以骁勇善战而闻名 由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称 且相较于遇见乡军、川军、乾军和滇军 日军更怕遇到广西的贵军 美国将军史迪威也曾称赞说 广西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兵 广西人也被现代网友吐槽 盛世砍甘者,乱世砍贼寇 为什么广西狼兵如此强悍呢? 在中国大陆的西南边陲 有一省份名唤广西 此地群山环绕,远离中原 自古便是闭塞之地 自秦汉以来 其间生活的主体民族 基本上是壮摇民族 因为丛林茂密 多有蛇心猛兽出没 为了生存和自保 尚武之风十分浓厚 壮作人民更是创就了一种 民间武术壮权 很多人习练壮权 练就了一幅好身手 导致整个广西的民风十分彪悍 令古代统治者十分头疼 广西狼兵的称呼起源于明代 当时壮族人民被称为梁人 狼兵就是梁兵的统音 很多强大的军队都被称为虎狼之士 所以壮族的先民也以狼兵的称号为荣 当时明王朝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 十分头疼 于谦便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精兵梁将 终于在广西一带他找到了一支名为狼家军的土人军队 这支军队十分骁勇善战 且擅长攀爬 在山林间也能如履平地 于谦文之心血便将这支军队上报景泰地 这才让狼兵走进中央王朝的视野中 明朝夹境年间 倭寇不断骚扰东南严海 朝廷便从广西争调英勇的狼兵前往抗敌 起初明朝在东南的主军不是倭寇的对手 广西田州的土官瓦氏夫人便应朝廷的征兆 带领6800名广西狼兵驰援浙江 瓦氏夫人一出征就在金山卫击毙窝寇4000余人 救出了被重重包围的鱼大游 随后在一年多的抗窝战斗中 狼兵多次以少积多 十出而九胜 还创下了50人击溃200窝寇的惊人记录 这也让广西狼兵雄于天下的说法 开始流传在华夏大地上 晚清时期 洪秀全在广西津田起义 率领三万由广西人组成的太平军北上 占领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 到了太平天国末期 太平军的士兵就以江浙人和两湖人为主了 对此曾国藩曾说 叛军现在的30万人的战斗力 远不如刚出广西时的3万人 中国近代史上 晚清政府在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 屡战屡败 为数不多的胜利便是冯子才的镇南关大捷 和黑旗军刘永福对法战争的大戒 而这些都是他们带领广西兵打下的战绩 到了民国时期 李宗仁麾下以广西狼兵为基础组成的贵军 战斗力十分强悍 在军阀混战中很少吃到败仗 中原大战后 湖南、广东、云南各地军阀集结了12万兵力 企图占领广西 可不久便被两万贵军击败 仓皇撤离 后来 红军于长征途中 就在湘江一带遭遇了贵军和乡军的赌协 损失惨重 对此 彭德怀老总还评价说 前军滇军两只羊 湘军就是一只狼 广西猴子是贵军 猛如老虎 恶如狼 可见广西兵战力之高 1937年 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为了保家卫国 广西出兵100万奔赴抗日前线 8月13日 嵩护会战爆发后 中日双方在上海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战 蒋介石调集了全国的地方军残战 贵戏成立第11和第21集团军 奉命开赴战场 其中就有着号称 刚军的贵戏王牌部队第七军 第七军的先头部队 很快就在上海郊区和日军遭遇 双方爆发激战 第七军将士们汉不畏死的作战风格 震撼了日军 他们在之前的战斗中 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抵抗 日军很快便抵挡不住撤离战场 第七军甚至还收复了一部分的阵地 10月12日下午 贵军主力到达接手了中央军的防务 21集团军司令廖雷在战前会议上 给每一位贵军将领下达了坚守阵地的死命令 擅自脱离阵地的提头来劲 廖雷甚至亲临前线督战 令贵军将士们大受鼓舞 贵军战斗力强悍且在战斗意志上还剩日军一筹 只是其主要装备还是轻末的汉阳造补枪 而日军则由飞机坦克打炮 甚至还能从长江上开来军舰主战 双方之间的武器装备差距实在过大 最终贵军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 在松户会战最危机的时刻 贵军还打了一场无星阻击战 日军集结了两个师团5万余人 从杭州湾登陆 企图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 贵军则组织了7个团1万多人 在无星和这股日军打了整整14天 使得45万中国军队得以安全撤离战场 最终上海失守 贵军也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撤出战斗 此役中贵军伤亡了6万多人 10名旅长战死了9名 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打光 从上海撤离后 贵军开始跟其他国军一起转战全国各地 1937年12月 占领南京的日军企图打通金浦县 南北夹击徐州 贵军奉命在明光阻击日军 2万贵军和3万日军打成了平手 要知道在当时 整个中国军队平均算下来 需要5倍的兵力才能和日军打平 可见广西兵的战斗力之强 或已经达到国军普通军队的7倍以上 1938年3月 在全国抗战屡战屡败的情况下 贵军在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带领下 于台而装打败了日军精锐的板原师团和击鼓师团 取得了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截 7月 贵军84军参加了太湖阻击战 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重创了日军的王牌第六师团 必敌6000余人 以1比2的战损笔击败了日军 又一次打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的脸 1942年12月 日本南方军总参谋长总天公 在从南京飞往汉口的途中 坐机被贵军的48军 1380-412团的一炮连用高射炮击中 当场毙命 总天公死后被追授大将军衔 荣幸的成为抗日战争期间 被中国军队击毙的军衔最高的陆军将领 而要说广西兵打得最惨烈的一战 还要数视频开头就提到的桂林保卫战 这场仗也被很多日本老兵 称为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 此战日军出动了七个师团十五万兵力 外加三百辆坦克 三十余架飞机和大量重炮 而贵谢的白重席为了保存实力 将精锐的1880调出 只在桂林留下了由新兵组成的一气灵师 和缺了一个团的一三一师 总共一万两千余人 而就在此时 广西各地的百姓和民团自发地涌入桂林城 他们手持土枪土炮 带着手榴弹和炸药 决心和日军决一死战 就这样桂林城的守卫人数达到了两万人 因为桂林守军火力不如日军 所以他们打算和日军打巷战和白刃战 并把桂林城修建成了一座要塞 每个房屋都是一个碉堡 每个路口都有防御攻势 每个水井里面都下了毒 10月28日 日军集中火力以坦克为先导 对桂林外围守军发起了强攻 11月1日至7日 日军相继攻陷了茂儿山 普陀山 比架山等据点 10日 桂林守军在一三一十师长 堪为庸的指挥下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战斗从白天持续到了黑夜 日军伤亡巨大 却始终无法占领全城 毫无疑问 桂林的英勇作战 给日军的士气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的一个师团长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本以为是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 但我们没有料到 我们的师团遭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阻击 他们虽然装备极差 但极为凶悍 有很多土著身上绑着炸药 直接来炸我们的坦克和登陆艇 他们的油盟是我军远远不及的 我们的士气很是低落 日军见强攻伤亡过大 便开始释放毒气 桂林守军有很多都没见过毒气 不知道如何应对 所以大量士兵中毒死亡 很多人昏迷后被俘 堪为庸市长目睹了参谋长陈继衡 副市长胡厚基和大批将士们的阵亡 以及有林部队的见死不救 心中极为愤恨 决心与桂林共存亡 最后在弹尽粮绝中举枪自决 这场保卫战中 广西守城官兵们孤军奋战 战死1.2万余人 中毒被俘7000余人 却始终没有人叛变 也没有人投降 而号称全是精锐部队的日军 则被贵军整整阻拦了13日 被击毙6000余人 伤约2万人 最后还是使用了化学武器 才勉强攻下桂林 桂林沦陷后 周边地区的广西百姓 也从未放弃抵抗 他们自发地以村委单位 组成自卫队 相互联合打击日军 这也足以看到广西人 英勇无畏的精神 而广西贵军在整个抗战中 都没有出现过一支伪军 或者汉奸部队 着实令人敬佩 今年不一定认为 文字 الت阁 Cathedral 我们应该请地人敬佩 12个小 varios 的人敬佩 优优优独合 �라 准 lady 他们顺利